德蒂作为一个800和1500也具备比较强能力的选手 他的这种有氧的储备还是非常强的 现在在这50米德蒂已经明显加速了 他和拉普希斯两人的拥抱相邻 所以彼此之间可以很轻松的观察对方的位置 拉普希斯仍然排在第一 但是德蒂在这个50米追了对手0.7秒左右 德蒂的滑水频率要比拉普希斯略微的快一点 这也是每一位选手身高和臂展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身体条件来确定 现在二到三到四到选手是排在前三位 德国的姆雷特内尔是排在第一位 姆雷特内尔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的冲刺 这位选手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个人的自信心也很足 现在每秒钟的时速呢 也是明显的优于第二和第三位的选手 而拉普希斯在前程确实是冲得太快了 后面稍微有一点回不来 立陶宛选手在这个转身之后 已经掉到了第五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